位于人体腹腔内的肝脏 负责组织生长、修复、代谢、排毒等重责大任 运作过程可媲美一座超级工厂 不过在进行养分交换、代谢废物的同时 必须不断消耗自身能量 让它想努力避免身体遭受各种毒害 却总是无法好好工作时 或许正发出无言的抗议 只是您听到了吗 说到保护肝脏 我们的祖先早就有法宝 而目前坊间琳琅满目的保肝丸 及养肝保健食品 多数标榜从植物中提炼 甚至不惜找来名人代言 足见国人对于保肝依然相当重视 累瘫了 因为肝如果没有护好 再怎么样提神 只是治标不治本 由于肝脏没有痛感神经 一旦生病最明显的征兆就是 全身疲惫 四肢乏力 不过跟许多疾病的症状又类似 容易被忽略 到底为何疲倦会跟肝脏有关呢 这个一向沉默的器官 又默默为我们做了些什么 有关 我们下期见